那是不是要把這個地方 把它也是貼上為直 主要是裡面的格式問題 這個格式如果不吻合的話 比如說這邊 假如說我要讓它吻合的話 記得要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按右鍵 除了人格格式呢 兩邊通通把它改成文字 按文章確定 那這邊也是把它改文字 這邊也把它改文字 除了人格這個也把它改文字 那改文字之後的話呢 比如說這邊重新輸入好了 你會發現重新輸入之後呢 按打勾 它的左上角會出現一個標籤有沒有 出現標籤表示說它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放的是文字 那你會想這個綠色標籤做什麼用呢 其實就警告你 為什麼呢 因為它偵測到裡面你明明是放數字 可是你為什麼要把它格式成文字呢 它就會產生疑問 所以會提示你說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動作 那當然你也可以不理它啦 不理它的話呢 它就把它當文字看待 那當文字看待之後的話 如果你重新 像這邊重新再輸入一次 把優標移開的話呢 有沒有 這邊就會是正確的 兩邊的話有沒有 重新再做一個輸入呢 那這邊就會有分數出來 這個是Excel的 它的一個格式上的問題 格式上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最後 不過也是不合理啦 因為這樣每次都要重新再 再做一次的話 那總共80題要重新輸入84 那這個也算是 也是有它一個輸入上面的問題 再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等一下我們要試試看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做出一個 重新出題 重新出題 然後呢 比對乘七 要自動化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我們重新出題 其實重新出題跟那個 最前面我們有個叫做進階成績單 有類似 你只要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邊重跑一次不就好了 那怎麼重跑呢 把這個RND有沒有 跑一次然後把它複製貼過來 那不就是重跑了嗎 重跑之後的話 不就是就可以讓題目重新更新過 好 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